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0日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来关心的是台风动态 中央气象局在10日上午5点30分发布了强烈台风参数的海上台风警报 而目前正式往巴士海峡接近 预测将对台湾的东部造成影响 而花莲县政府也随即召开灾前的整备会议 那么县长徐真卫是表示各局处应该要严正以待 那么花莲地区的饭店业者也进行相关的防灾措施 以减少财产损失 县长徐真卫在会议中表示 针对了灾害前市区域 请民众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防范自身的安全 强烈台风参数可能从花莲宜兰附近登陆之后 北上周末离台湾最近全台有雨 局部地区慎防豪雨 也请民众避免从事核域 海边观浪以及水上活动 另外也请民众切勿前往山区活动 当地的饭店业者也积极地进行相关的防台措施 也都将招牌等物品进行吊挂 希望能够在墙台来袭时减少财产的损失 建筑外观有些路数我们会做钢索的一个固定 那三楼的无边际户外泳池呢也会做一个排水孔的畅通 然后避免落叶堵住排水沟之外 我们的户外的桌椅都会做移动 那甚至呢我们的泳池也会放水至到15公分 避免大雨暴涨 让泳池暴涨出来 现在五个局处报告 目前房灾准备状况 农业处已于各乡镇市农会产销班 加强对农友宣导防台准备 交易处针对了学校要求门窗紧闭 重要贵重物品应往高处来摆设 并通知学校工程厂商防台准备 并以联络部通知家长宣导防台准备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